我也终于知道了 Joeman为什么当初跟7-7联名的那些商品 就是他的品控会过 原来是抽完去试菜的 所以什么都好吃 一定要把这些 涉案人士通通清除 还给台湾一个干净的社会 严决反对一切 到底是评价的大麻吸引人 还是高贵奢华的大麻令人向往呢 欢迎收看今天由新北地检署赞助播出的 就是要对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Poys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新闻 好不好 独家啊 这个Joeman持有大麻被逮捕 仅穿一条内裤 英文披头问警 你们要干嘛 新北市行大今天啊 6日上午查七一中 男啊 向上溯源追查 逮捕庶民持有X的阶段 其中赫然发现 里面竟然有知名的YouTuber Joeman以及蕾拉 丽华 的丈夫汤威啊 三人均 均被E 罪法办 据了解啊 警方接获多名 网红 仪式持有X相关的情侄啊 今天清晨六十许 大批的警力 兵分多路搜索 其中一路呢 就是前往九面新莊頭新街的住處搜查 那當時九面呢 睡眼心鬆的 只穿一件內褲開門 然後劈頭就問 警方 你們要幹嘛 那麼警方呢 出示相關的搜索票等文件入內 屋內呢僅有九面一人 哇 哇 哇 東西也太多了吧 你專業呼耶 這個量有點可怕耶 完蛋啦 九面 捲煙紙 呃 成品 研磨器 呃 秤重的 哎呦 欸不是東西真的很多耶 那九面的住處呢 並不像其開箱的豪宅 呃 只是一般二房格局 呃 哎呦 哎呦 這個地方 嗯 不是他平常住的豪宅哦 哦 那麼也就是說 呃 這間房子 嗯 有貓膩啊 有貓膩 警方啊 在其某個櫃子發現 呃 以及相關研磨工具啊 啊 九面啊 就向警方表示 哎呀 我已經很久都沒有抽 啊 櫃子內的呢 都是以前 超剩下的 那你怎麼可以 錯怪九面呢 哦 那隨後呢 九面就被帶回 新北刑大 接受警方的詢問 哦 那九面呢 僅承認 持有 但否認 有吸食 以至販售 我們來看一下哦 這個新北政府警察局 呃 刑警大隊 收穫出來的這些東西 你告訴我 你沒有吸食 哼 嗯 九面呢 經警方 尋後 依 罪 移送 移送前 有驗尿 但並未 檢驗毛髮 傻小啦 這我不服 有這些東西 然後只驗尿 不驗髮 不是吧 哎 我當時 是驗了髮 也驗了尿 我的毛髮 並沒有驗出 XX成分 但是我還是被熱戒 九面有 這些東西 然後 他不用驗髮 頭髮呢 的這個毒性啊 裡面的成分 會殘留 3到6個月 我當時頭髮都沒有驗到 我被 抓去熱戒了 啊 九面不用驗髮 還是說 九面比較紅 所以有特權 為什麼我要驗髮 然後連XX都沒有驗出來 我要被熱戒 阿九面 有這些東西 連頭髮都不用驗 我真的是 不理解 據三立新聞的報導 新北市警局接獲線報 進行大規模的搜索 同時在三重 和中和進行搜索 並於三重查獲多人 難道是一個集團嗎 在繼續看這些新聞之前 我想要跟在座所有觀眾 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我堅決 反對 一切的 一定要把這些 涉案人士通通清除 還給台灣一個乾淨的社會 堅決反對一切 現在目前 面上所有的網紅 以及歌手 我最不能認同的 就是 謝和璇 整天說什麼 合法話 堅決反對 抵制 抵制 稍早 他接收了這個偵訊 工程是在網路買的 就是 是在蝦皮還是淘寶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 快要雙11了 他有免運嗎 還是打折嗎 依 最嫌 移送了這個 新北地檢署 經檢察官征訓後 目前已經試毀了 經紀人以24次回應 目前這件事 配合檢調 偵查不公開 他目前已經 無保請回了 而警方 仍然持續的調查 XX的來源 那麼至於 蕾拉夫妻綜合住處 也遭到了警方搜索 但二人做筆錄時 避重就輕 老公湯宇表示 泰國實購買 但不清楚 怎麼會帶回台灣 他們的經紀人 則發出公開聲明 感謝大家的關心 我們一切配合檢調 偵查不公開 蕾拉湯宇都已經 無保請回 謝謝 首先 這個在 這個真審的時候 有沒有自白 至關重要 我想啊 Joman 他說是網路上購買的 且 他前面還說 他僅持有XXX 但否認 稀食與販售 那麼就很有可能 不符合 真審自白 的這個減薪條款 且呢 因為Joman表達的是 是網路上購買的 那麼也就是說 Joman呢 可能也不符合 供出上游 的這個減薪條款 那麼很有可能 那 完蛋啦 你說 你說雷拉的這個口供 雷拉跟他老公的這個口供 說 泰國石購買 不清楚怎麼帶回台灣 那至少還有可能符合這個 真審自白 但是呢 我認為啊 抓到都要驗法 到底為什麼不驗法 是我最不能夠理解的 那你告訴我 那為什麼我要驗法 且我沒有驗出來 沒有驗到 該有的成分 我還是得樂界 檢察官就告訴我 因為你是公眾人物 然後我當天就抓去樂界了 我也樂界了 你們這些人 家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告訴我 你沒有再抽 我不信 我真的不信 哎呦 有律師聲明稿了 警帶本所當事人 Joman先生 聲明如下 關於Joman先生 於民國112年11月6號 新聞媒體上至報 報導 之刑事案件內容 翁先生 業於同日積極配合 檢警機關 調查完畢 案件移送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證訊後 無保釋毀 現已平安返家 為此感謝社會大眾的關心 對於造成社會的分擾與不安 翁先生 深感遺憾與抱歉 為基於刑事調查不公開的原則 是無法透露案情細節 也盼大家能夠尊重檢警機構 調查的空間 呃 我是建議啦 Joman 就是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個前輩 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要自白 至少要認罪 不認罪的話 這個罪法可能會加倍 但是我想 收出這麼多的東西 我想 要不吸食 應該是蠻難的 除非說你今天驗完法 因為驗尿他的這個 毒性殘留的時間 大概好像只有一兩個禮拜 但是法呢 會有三到六個月 所以我認為 這個不驗法 又查獲了這麼多的量的狀態下 不驗法是我不能夠理解的 哦 那麼我也猜測一下 這些人啊 他們接下來會怎麼說 他說哎呀 我當時 我是去泰國抽的 哔哩巴拉的 但是能夠在家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已經足夠有這個罪證 證明他在台灣有吸食 不然你擺這麼多東西在家 你頭髮又有驗出來 那我先不論這個尿有沒有驗出來 因為尿沒有驗出來 那個小事情 但是頭髮有驗出來的話 就代表他在三到六個月之內 是有吸食過的 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臉上戴著口罩 頭戴鴨舌帽 幾乎擋住整張臉 他們是網紅 哎呦 這個就要給蕾拉以及湯宇一點掌聲 至少他們抽能夠符合人設 反骨嘛 是不是 他們今天的穿著啊 非常的時髦 是有一點點那麼 向我求救的意味 因為他們頭上戴的帽子 以及衣服呢 都是經由我的品牌所推出的 所以我願意相信你們 我相信你們應該已經改過自新了 應該啦 應該啦 呵呵呵 湯宇聲稱在泰國買大麻 不曉得為何會出現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吧 這個有點嚴重 欸 就是這個有點嚴重 欸湯宇 你這樣就是國際運輸了 國際運輸二級 這個 可能關的比我還要久 我想要成為跟酒man一樣的YouTuber 嗯 干我什麼事啊 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我覺得也可以跟酒man 就是稍微提醒一下 可能不是僅僅只有石油 又或者是稀釋 那我先給酒man第一個提醒好了 我們錦囊一個一個給 不常識 就是你朋友在寄會客菜給你的時候 那雞肉啊 鴨肉 跟香腸 不能同時寄 千萬不要 你們台語比我好 拼湊在一起 一起練 你就知道啦 哦 呵呵呵 那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幫 酒man哥 想一些題材 評價 VS奢華 這個一定是 跑不掉了 那麼評價 會客菜 VS奢華 會客菜 我想 這個點閱應該不錯 那麼評價監獄 VS奢華 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萬一監 這個應該也不錯 有一個我特別喜歡 就是 這個 盲測 酒man 跟蕾拉 還有湯羽一隊 那我呢 跟這個 謝和璇 還有路西派 一隊 這個我特別喜歡 這個一定要拍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不對 這個流量 絕對爆炸 我也終於知道了 酒man為什麼當初 跟Seven聯名的商品啊 就是他的品控會過 喔原來 是抽完去試菜的 所以什麼都好吃 這個飯糰好耶 哇這個 這個米好香喔 哇這個蛋好多喔 怎麼吃不完 好好吃喔 對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